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樹沛 我是今天的練習生 秦文 去年因為逸臣餘生76而陷入公關危機的B社 今年宣布要參加E3發表會後 就讓大家非常地好奇 要怎麼面對去年的風波呢 的確啊 事後看來 有把玩家的心聲聽進去喔 趕快一起來看看他們端出什麼樣的牛肉吧 今年的Bethesda 很坦然面對玩家針對逸臣餘生76的批評 一次公布了河東 荒土兩個大型更新 總算把NPC給加進遊戲中 而且加入52人的大逃殺內容 期望能再次拉抬人氣 其他已經曝光的包含德軍總部血氣方剛 與毀滅戰士永恆都有更新的消息 比較讓人矚目的是 毀滅戰士永恆的多人連線可扮演惡魔和主角對戰 也終於有了發售日期 即將在11月22日與大家見面喔 遊園惡靈古堡製作人三上真思率領的團隊 雖然沒有端出邪靈入侵3 卻公開了Ghost of Wild Tokyo 背景設定在人類全部都消失的東京 氣氛營造得十分吸引人 希望早點玩到囉 其餘還有許多值得期待的遊戲消息 雖然今年沒有上古捲軸6的消息 但看來Bethesda依然創造力十足 希望能給粉絲一個豐富的遊戲年囉 在10月的集團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